第一,我剛從高院下來,現在正在審判刑事藐視法庭的案件 司法界的責任或負擔很重 一個民事的禁制令,政司就說用刑事執行 到底是民事和刑事呢?即是坦為官子,就叫你們去審 你說你夠不夠人手?短期來一定不夠 任何濫用司法情緒,必然令司法系統的資源分配是緊張的 因為短期的 長期來說,蔣麗雲議員很少聽他說三次 其實他以前說一次都說完 長期的改革就應該有一個憲法性的法庭 因為你將所有的關於憲法爭論混在司法覆核上 因為司法覆核太多的範疇 你找一個人去審司法覆核的案件 找兩個人去審那個案件 那個人一直升上去 你現在張舉人也是這樣升上去 我看著他是小桌子 升升下,就變成專家 不好意思 如果你真的覺得基本法是這麼重要的 即是我說大陸和本港的政府 你在司法上不應該獨立做一個和基本法有關的法庭嗎 最少在憲制上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不是怎麼審 怎麼承傳 弄到亂了 歐官什麼案都要審 由地產案審到我們那些DQ案都要審 你喜歡就拿我們去法庭叫法官考試 所以我覺得你們是不夠錢的 所謂分權制衡 楊岳橋議員說 我很相信硬件 硬件在這裏的軟件不行 現在我們再用二八六去做事 我很相信硬件 硬件是不會無端端錯了 但是速度非常慢 還有找東西的時候 你試一下 以前沒有Google的時候 你怎麼找東西 你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全面的檢討 如果對於香港的司法本身有全面的檢討 因為分權制衡 我們和政府之間 市民和政府之間 或者市民和市民之間 是需要你們的製作 現在有些人說 我有信心 我就覺得要增加軟件 軟件就是人 硬件就是建築物 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案例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 事到如今 政府當了法庭是一個 橡皮圖中是工具 即是說 將政治的爭拗帶上法庭的時候 你不加人手 或者你有專責 為什麼呢 現在越說越糊塗 就是有立法原意的 美國的憲法是二百多年前 一直這樣原變過來的 那他的法官怎麼解釋呢 因為他有一個憲法的法庭 現在爭拗 九個裡面 有一個死了 死了一個是保守的 還是開放的 都爭拗 人家是清楚的 在法院裡面是清楚的 我們的法官就不是的 我老實說 你說法官沒有政治意見 就浪費時間 他可能沒有政治意見 但是他對於法治 對於 法治的基礎是有看法的 你們不要騙我 歐洲的人權法庭 美國憲法法庭 就是大法官 全部都會對於 有很清楚的意見 給國會去選擇 現在是沒有的 所以我自己 我完全認為 應該給你多一些資源 很簡單 我被人運 要申請一個人生保護令 你說你有多少事要做 一個執法機關 會為了政治的需要 無端端 運二十六個人 然後要去拿一個 人生保護令 出來的 你說香港法院 尊嚴在哪裏 所以我覺得 應該有全面的檢討 如果對於香港的司法 本身有全面的檢討 因為 分權制衡 我們和政府之間 市民和政府之間 或者市民和市民之間 是需要你們的製作 現在有些人說 有信心 我覺得要增加軟件 軟件就是人 硬件就是建築物 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案例 是吧 是吧 我自己覺得 事到如今 政府當了法庭 是一個 橡皮圖中 是工具 將政治的爭拗 帶上去法庭的時候 你不加人手 或者你不專責 為什麼呢? 現在越講越糊塗 有立法懸議 美國的憲法是二百多年前 一直延變過來的 那他的法官怎麼解釋呢? 就是 因為他有一個憲法的法庭 現在爭拗 九個裡面 有一個死了 死了一個是保守的 還是開放的 都爭拗 人家是清楚的 在法院裡面是清楚的 我們的法官就不是的 老實說 你說法官沒有政治意見 就浪費時間 他可能沒有政治意見 但是他對於法治 對於 法治的基礎 是有看法的 你們不要騙我 歐洲的人權法庭 美國憲法法庭 大法官 全部都會對於很清楚的意見 給國會去選擇 現在是沒有 所以我自己 我完全認為應該多給你資源 很簡單 我被人運 要申請一個人身保護令 你說你有多少事要做 一個執法機關 是會為了政治的需要 無端端 運二十六個人 然後要去拿一個 人身保護令出來的 你說香港法院的尊嚴在哪裏? 第一 在司法機關討論立法原議 除非是控辯雙方 認為有立法原議的爭論 這樣才行的 法官是不可以無端端審查案 就說我現在覺得基本法是怎樣說 做人有些常識 是不會的 法官亦都不會拿案來審 亦都不會你沒有爭論的事 他在這裏說的 所以如果在 初級法 在比較低的層 譬如 裁判法院 如果有人爭論這些事 當然 法官要盡他的能力去做 其實我贏過那宗官司的 就是民間電台 不過 政府矛盾 立即要人們 覆核他的判決 然後就申請禁制令 這麼矛盾 又是濫用禁制令 我就描述法庭了 所以蔣議員 你不用怕 是有得爭論的 爭論完之後 上不上訴 是另一回事 或者那位法官 做了一個 因為有《基本法》裡面的條文的解釋 是常有的 不用怕 我同意你的說法 所以那就是法律援助署的問題 就是法律援助署 應該 將這些 憲法性的爭論 的法律製作 那個門檻狂帝 我就遭受這件事了 我每次爭論這些事 就說 梁議員不好意思 你勝算不高 你這個 爭論的事 你有工 不好意思 我爭論那些是全香港人有關係 那些是法律的問題 就不是司法的問題 做人分清楚 周浩鼎 你制止一下他 真實說 不知道搞什麼 第二 我叫他制止一下你 他可以不制止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卡卡說法律 我們有的嘛 我們去到 這個 基本法的規定裏面 這個 終審法院在做一個 同 香港 即是 和外地的關係 影響 有關的時候 他做一個 終審的裁決的時候 覺得不適合 事先要求釋法的嘛 是不是啊 就這個範圍 至於說 基本法 這麼繁複 那怎麼叫法官去做呢 我已經說了專職化了 你一定是專職化 沒有可能有別的做法 你專職化才有機會 去由 一套人去審 去做這件事 是無可避免的 如果你說要拿資源這樣做 我當然是給你做 好過《基本法》 即是經常有立法原意的 現在 吵吵閉 誒誒 有什麼《基本法》 研究委員會 有什麼《港澳》研究委員會 那些全部都是垃圾 來的 只有一個叫《基本法委員會》 他就會解釋 蔣麗雲這麼愛國、愛港 對《基本法》這麼大認識 又不知道有這件事 在說什麼 浪費我們的時間 習近平一走了就亂說話 習近平叫你們準確地去瞭解些事情 連條文不懂、機制不懂、現實不懂 做一個立法會議員在亂說 梁議員,我剛才說了討論立法會議已經足夠了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加強法援和法院的建設 即使將來加強之後,我是受害者 我絕對不相信一個政府是頂不住法院 它是永遠動的機器 法院是一部被動的機器 我更加一個在一個永遠動的機器底下的一個小市民 現在不是議員的了,是拉一個小市民 不是拉我,不是拉一個honorable的人 我覺得是,我就給錢他 他快拿一張清單來 我絕對給錢你們 不是只建法院大樓 不算現在的偽呷,他們做甚麼呢 fitt 梁議員時間夠了 蔡允信 Garden 梁寺大樓 週末,來自oter允信 蔡兵家都說了 Kay Ờ 它連絡消息 感谢观看